黑色酒旅车停在超商门口 穿着白色上衣妇人下车后 站在超商外 手插口袋张望 像是不知要往何处走 接着才缓缓走进一旁名产店 而他先生则是一个人 站在外头等待 这是聚生公司负责人夫妇 25号下午出现的最后身影 但几天后找到人 已经是两具 冰冷遗体 今天是来检察官叫你们来的 对 没错 聚生公司负责人夫妇 离其坠骨身亡 检察官已关系人身份 找来夫妇两小孩 理清案情 而两人遗体也被暂时 运到殡仪馆绽放 检察官相宴之后 预定在周日会同法医解剖 关于家属的部分 我们是与关系人身份上 目的是要确认25号之后 死者的全部的形状 就是因为死因实在太离奇 因为周一早上 一家人还在台北一起吃早餐 接着死者夫妻和儿子 分别各自南下到花莲 傍晚儿子和父母通了电话之后 隔天就失去了音讯 直到周三儿子赶回台北报案 说父母亲失踪 警方才在天响 发现两人最爱身亡 最后一通电话 还听到爸妈说 要来花莲散心 死者儿子始终认为 这是个意外 两人最后身影 是25号下午3点半 出现在崇德这间超商外 但接下来又去了哪里 虽然手机 行车记录器都不见 但前行掌握26号 两人出现在西保 前一晚投诉在哪 又跟谁接触过 现在包含两人投诉 通联保险相关记录 检调都还要进一步清查 要进一步厘清 令人难解的 最爱谜团 记者刘卫林 聊一期 欢迎您的报道